上班族呢 到了下午 開始很餓了 想要吃下午茶 點珍珠奶茶啦 或點蛋糕 這些到底對不對 怎麼樣吃可以更健康呢 宇伴 其實吃下午茶的時候 因為大家怕胖 所以都不敢吃肉 可是這是錯誤的觀念 其實你點剛剛的東西就是珍珠奶茶啦 蛋糕啦 它在我眼裡都是快卡路 就是你吃它 它很快就會消化掉 因為它消化掉 它就會重上去 這是不平衡的 所以你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加個雞排啦 加個鹹酥雞啦 那這些是慢卡路里 因為它們都是消化比較慢的東西 它們兩個搭配起來呢 能量才會均衡 要不然你如果是喝珍珠奶茶 吃一塊蛋糕 你一開始會很嗨 然後就非常有能量 可是等到它掉下來你就知道 你就冒汗手抖 然後就非常疲倦 就又要再去吃一個有糖的東西 好 所以如果在超商的話 有蛋白質的 其實很簡單喔 像是包括溫泉蛋啦 或者是茶葉蛋等等 夜市選擇 我們謝謝宇帆囉 謝謝 謝謝